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一个人在观察另一个人的时候 第一眼会先观察他的眼睛 从眼神中流露出的感觉 往往是一个人内心所想的真实感受 而人的眼睛分为单眼皮和双眼皮 有人认为双眼皮好看 也有人认为单眼皮和双眼皮都好看 不过这只是个人的审美不一样罢了 那么在我们的外貌上 为何会有单眼皮和双眼皮之分呢? 其实关于这一点 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个说法 那就是汉人全部都是单眼皮 可如今是双眼皮的汉人又来自哪里呢? 汉族人最初都是单眼皮 这一点可以从多个方面得到印证 早在秦汉时期 单眼皮就是中原人的主流审美 有关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秦始皇兵马俑来印证 去过兵马俑的人应该都会发现 这些兵马俑的神态各异 其中的五官 发性 面容和表情各不相同 可以说如果想找两个一模一样的兵马俑 简直是不可能的 不过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他们几乎全部都是单眼皮 有关兵马俑为何都是单眼皮? 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当时的秦朝人民主要以单眼皮为主 从兵马俑中的宽脸、尖鼻、单眼皮为主 不过这只是猜测 并没有相关的史料证明 另一种说法是当时的人们更加喜欢单眼皮 认为单眼皮是一种英军的象征 因此陶尼将才将兵马俑制作成单眼皮 另外兵马俑是通过真人比例仿造的 眼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他们在单眼皮还是双眼皮上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这其中不仅是男子 就连女子也是单眼皮居多 其中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便是三花诗女图 这幅画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代女子的面貌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这幅画里的侍女竟然全部都是单眼皮 没有一个双眼皮 就连很多帝王的画像中 都能看出他们都是青衣色的单眼皮 那么古人为何都是单眼皮呢? 古代美女为何都是单眼皮? 这其实是和画师有着重要的关系 如今流传下来的很多画像都是单眼皮 尽管隋唐时期来了很多异国他乡美女 她们长着双眼皮 可在土生土长中原画师的心中 美女就应该是单眼皮的 所以我们如今看到的很多美女名画都是单眼皮的 这种认知上的审美 就如同是古人喜欢三寸金莲一样 画师在创作时一定是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 而这种大众已经习惯的审美 已经是根深蒂固的影响一代又一代的画师 这些画师笔下的美女 大部分都是戏长的杏眼和单凤眼 尤其是单凤眼 可以说很多人物都拥有 在四大名著中 《红楼梦》 《王七凤》的单凤眼 以及《三国演义》中关于的单凤眼 这些都在强调单眼皮在古代是被人们所认可的 从科学的角度上来看 单眼皮和双眼皮都属于显性形状和隐形形状的 如果眼皮上的脂肪较多 形成一道褶壁 将上眼茧盖住 就形成了单眼皮 从世界上的人种中 白人和黑人都是双眼皮居多 而黄种人则是单眼皮多 不过那个时候 古人对于美帝理解只是在面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 古人对于身材上的审美也产生了变化 比如赵飞燕是受文明 纤细的身姿在当时引起离中减肥热 到了唐朝则是以胖为美 而杨贵妃就是其中的代名词 在秦汉时期 由于交通不便 中原的汉人一般不会离开家乡 很少会有人和外族通婚 直到多民族的融合后才诞生了双眼皮 中国人类的祖先 起源于江河流域 经过百万的迁移后才形成了今天的宗族分布 而在长时间的环境演变中 我们的祖先为了适应恶劣的气候 眼部的脂肪也是不断的加厚 从而隔绝风沙 能在恶劣的环境下保持温度 眼皮也会向内生长 使得眼睛变小 同时在进化的过程中 我们的眼睛与西方人不同 眼睛中单层色素使网膜皮细胞能够吸收额外的紫外线 从而减少对眼组织的伤害 而这种单眼皮通常会叫它蒙古眼 汉朝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 一些少数民族和汉人通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人的纯正血统 东汉末年中央集权被分裂成为了三个国家 而百姓人口有所衰减 到了南北朝魏晋时期 人口出现大量的迁移 战争也是频繁出现 百姓流离失所 甚至一些达官贵族也要逃亡 当时胡汉一族的通婚就已经发生了 而这也是双眼皮开始形成的时期 当时的人们对于单眼皮和双眼皮的并没有概念 胡汉之间的民族融合形成了血缘间的混合 也可以说是再对两个基因进行融合 他们后代成为双眼皮的概率也就增大了 五胡乱华 十七 汉人数量更是缩减了四分之三 全国百姓人口出现锐减 大量的胡人进入中原地区 对中原人民烧杀抢夺 这也导致了大量的北方人民 迁移到南方定居 史书记载 这一时期为一关难度 五胡乱华时期 外族人大量和汉族人通婚 使得汉族人纯正的血统渐渐消失了 到了唐朝时期 民族融合带来了明显的变化 唐朝人从服饰到生活习惯上 都有胡人的特点 比如唐朝师女徒和唐三才上出现了双眼皮 尽管双眼皮的影子不多 但在古代已经是非常少有了 不过当时的双眼皮并不是主流审美 而是少部分人的特征 到了晚唐时期 双眼皮开始增多 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 和胡人进入长安后 双眼皮也形成了胚胎的阶段 在各种文化的不断冲击下 唐朝人的服饰和生活习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宋朝时期 已经有很多人出现了双眼皮 从宋朝皇帝的画像中就能发现 宋太祖是单眼皮 而宋太宗却成为了双眼皮 到了1271年 蒙古族在一统中原后 便开始推行蒙汉通婚的政策 大量的蒙古人和汉族人进行通婚 使得双眼皮的基因不断地进行传播 元氏祖是单眼皮 其皇后则是双眼皮 明太祖 马皇后 明太祖朱元璋和马皇后都是单眼皮 而明宣宗却是双眼皮 清朝时期的康熙皇帝是单眼皮 而他的孙子乾隆和他的贵妃慧宪 则是双眼皮 可以看出我们的祖先 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 产生了汉人独有的双眼皮 可不管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都有着先祖遗传的特征 中国人的单眼皮 确实很有东方特色 并且不是所有的单眼皮 都代表小眼睛和双眸无神 人的神态和体态 是可以后天改变的 俗话说 富有诗书气滋滑 我们通过学习 来提升自己的气质和韵味 通过运动来改善自己的体态和精气神 现如今很多人都喜欢双眼皮 双眼皮已经成为了大众主流的审美 很多女孩子为了追求双眼皮 不惜重金去医院里做双眼皮手术 甚至一些男孩子也会去做手术 只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看 如果是天生双眼皮的话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可双眼皮是和遗传基因有关 从生物学的角度上来看 双眼皮是明显的遗传特征 而单眼皮则是隐性遗传 刚生下的宝宝身上就能看出 他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如果宝宝的父母都是双眼皮 那么毫无疑问孩子一定是双眼皮 不过也会有出现单眼皮的现象 如果父母一方是双眼皮 一方是单眼皮 那么孩子也会有可能是单眼皮 而在古代以父系社会为主的情况下 在父亲基因变的情况下 影响孩子面容的主要是母亲的外貌 在X和Y的两种基因下 孩子的外基因主要是来自父亲 而汉族人父系基因中 外染色体非常的稳定 主要的变化则是来自母亲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父亲娶了一名异族女子 就能对孩子产生的基因 产生极大的影响 如今有关单眼皮是纯正汉族人 而双眼皮不是纯正汉族人的说法流传开来 不过坚持这种观点的人 应该多了解一下汉族和华夏文化 自古以来 汉民族和华夏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 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不管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 只要身上流淌着华夏祖先的血脉 就是华夏民族的一份子 而华夏文化的魅力不少在于血统的纯正 而是在于文化的认同 如果一个外国人喜欢中国文化 那么我们也不会排斥他们 现代中国经过多民族的融合之后 并不能完全地以单眼皮和双眼皮 来区分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在这个华夏大家庭之中 更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而对于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的审判观念 也不能完全以双眼皮为主 一个人的整体美才是真正的美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